末行模式和命令模式里面都有一堆的命令 都挺多的 都是几十个了 那么最简单的一个模式就是编辑模式 最简单的一个模式就是编辑模式 因为这里面我们要记得命令不多 甚至可以说没有 甚至可以说没有 那我们需要知道什么东西关于这个编辑模式 那这时候我们得回到之前 回到这来 怎么去进入编辑模式 这个得先知道 编辑模式 末行模式里面能不能直接进入编辑模式 不能 因为今天上午我们说了 这之前没有发现 它不能直接进入 必须要在命令模式下进入编辑模式 那么怎么进入呢 按下I或者A键等等 这里面还有等的 后面可能还有其他东西 有哪些东西 有这儿 I啊 A啊 O啊 大写的IO 还有大写的S 那每一个按键 它表达的含义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一定要区分开 但是这里面呢 有同学说 那这么多七个 我记不清每一个的意思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只需要记住前两个就行了 后面 可以不记 如果你想记 你可以去记 不记没有关系 不记没有关系 你记两个就可以了 I和A这两个是最常用的 其他的记不记 没有关系的啊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拿过来 进入方式这块呢 截个图 然后每一个是什么意思啊 待会呢 再仔细的再来看一下 回到这边来 编辑模式啊 怎么进入 进入方式呢 第一个 A呢 表示说在光标所在字符的前面开始插入 在光标所在前面开始插入 A呢 是在光标所在的后面开始插入 所以呢 就看哪个需要了 至于后面的呢 说在光标所在行的下面另起一行 开始插入 那还有什么呢 首行开始插入 如果前面有空格 则在空格之后插入 然后A呢 是光标所在行的行尾开始插入 然后光标所在行的上面另起一行 开始插入 S呢 是删除光标所在行 并开始插入 那后面的话 就是正常情况下用的不多啊 所以咱看的时候 重点看前两个 重点看前两个进入方式 那么也就是 I和A这两个加 I和A这两个键啊 其他的键了解一下就行了 特别是后面这些 你比如说删除 你把当机上删除了 那万一首划这个东西要用呢 一删除了你还是撤销啊 所以后面这些东西呢 了解一下啊 还要切换套和写 挺麻烦的 记住这两个就可以了啊 阿和A 阿和A进入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话 还有就是怎么退出的问题 退出也很简单 按一下ESC就行了 按一下ESC就行了啊 退出方式 退出方式啊 按下ESC键 就可以退出了 好了 试一下 打开文件 这时候咱打开一个文件就够了啊 不用打开那么多文件了 打开一个文件 嗯 那我把光标呢 给它移动一个地方 假设我移动到这个89后面 大家注意看这个命令啊 I呢 表示在光标所在乎前面开始插入 啊 这时候我按一下A看I什么效果啊 I 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插入了 好 我们看到这个插入 一定要知道啊 它就进入了一个编辑模式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按键盘上的按键 就可以呢 往里面写东西了 我写一个 一 是不是光标前 是吧 没问题啊 一点问题给我们有 光标前开始进行插入 好了 那么先把它删掉 这时候呢 我要退出按哪个键 ESC 是不是就退出来了啊 那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什么模式来着 命令模式啊 命令模式不是默航模式 如果是默航模式 光标也在哪 是在最后面的 所以它不是默航模式 好了 我们再来按一下另外一个键 现在光标在89后面 它有个就是A是吧 A 按完之后 它说在光标所在位置的后面 发现什么效果 它光标是往后移了一下呀 往后移了一下 跑到光标之前的后面了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光标前和光标后 所以呢 这两个键呢 只是一个位置的偏差而已 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后面呢 所提到这些命令 那比如说A O 在光标所在行的下面的起一行 这个差的就有点远了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你想在哪边解 我们就会把这个光标 移动到什么地方去 然后你要是往后移的话 像这种命令的话 那我干脆就直接把光标 移到下一行得了嘛 是吧 所以呢 那不需要去记后面的几个了 知道呢 它有这么个东西 就可以了 然后包括这个三足当间行 开始插入 这个在做这个运维的时候 用的比较少 做什么比较多呢 在开发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开发 比如说我这行写错了 我直接把这行给它删掉 但是运维呢 一般我们不会去删东西的 主要我们运维干什么 主要还是去修改一些配置文件等等 那么配置文件是人家给我们提供好的 我们不需要去删的啊 不需要去删的 就算删也不用它 你可以先用滴滴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呢 也不一定需要我们去用 只需要记住这个I和A 我把这两个样子给它标一下 记住这两个就行了 那么这两个怎么去记 这两个怎么去记 I呢 我们可以这么来记啊 Insert 当前位置 A呢 好记 AFTR AFTR AFDR AFTR 这么来记的话 应该就比较好记了 I和A 这个咱 后面再说啊 好 进入来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对它进行编辑 那么编辑 还是有一句话当说的啊 就在编辑模式下呢 千万不要按这个小键盘 不要按小键盘啊 我按一下小键盘看什么效果啊 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啊 但是还是不建议按 还是不建议按啊 因为有的时候在编辑的时候呢 你按下小键盘 它会有这么个情况 会自动给你换一行 换一行之后呢 然后上面呢会有一些特殊字符什么的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你看 我按123456789 你看这光标乱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你把 NUM Lock给关了 就是那个键盘锁 就是7上面那个键 数字锁那个给它关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不经意 你这么一编辑 待会儿你自己改了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这小键盘是 很强烈不建议大家去用的 尽量用我们上面那个 123456789 那这个只是编辑模式下啊 那么进入编辑模式下 可能还不一样啊 编辑模式下按着按着就出来了 所以不要用这个小数字键盘 尽量不要用 在这个模式下呢 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就是对于文档的编辑 那至于编辑呢 怎么编辑 这个呢咱不强求 也不要求说 一定要按着什么规则来 你编辑哪个文件 它肯定有个统一的规范 让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这边的话就不是要什么命令了 那因为我写的东西呢 它都会变成了文件的内容 根本跟命令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那这里面我们只需要去知道啊 怎么去进入 怎么去退出 保存一下 就出来了 所以这块呢 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去记的 只要记住 能够进入这个模式 能够退出这个模式 就OK了 所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命令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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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